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特朗普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总统后将会入主白宫 他曾表示会继续保留位于曼哈顿川普塔尔的副市单位作为第二个家 这意味着在未来四年总统任期内 川普塔尔附近极大可能会一直实施封路 纽约每日新闻报道 特勤局希望不论特朗普是否在川普塔尔内 都永久封闭麦迪逊大道与第五大道之间的一段东56阶 东56至58阶之间的一段五大道东行线 也有可能被永久封闭 上述封路措施一旦落实 将造成曼哈顿长期交通堵塞 据了解 纽约警察局非常关注封路造成的交通问题 但特勤局坚持只有封路才能保障未来总统的安全 双方僵持不下 纽约警察局回应表示 当局会继续和特勤局保持定期沟通 制定出总统的保安措施 另外 纽约警察局也打算在大楼附近的东57或58阶 设置警港站 加强安保 一名五岁女孩昨日被父亲抛弃在曼哈顿中城区的港口局巴士总站内 警方接管女童后 揭发女童母亲在康州的家中遭谋杀 昨日早上十点左右 一名五岁女孩长时间单独站在巴士总站内的一角 引起徒人注意并报警 警方到场接管女徒后 由于女童只管只会说西班牙语 加上没有监护人在场 所以难以向女童录取口供 几经辛苦 终于得惜 女童是由父亲32岁的露鲁 由康州斯坦福的家带到了纽约市 并把她抛弃在巴士总站内 警方在女童的带路下返回斯坦福的家 并在屋内发现了女童母亲的尸体 死因有待验尸确定 但屋内有挣扎迹象 据了解 女童与母亲一直长居新泽西州 直到上周末才搬到康州 与露鲁同住 警方表示 女童没有受伤或受惊 但相信她可能目睹了部分的行凶过程 目前警方正在通缉 威迪玛拉伊的露鲁 呼吁市民如有任何线索提供 可致电警方扑灭罪行 热线800-577-TIPS 曼哈顿上西城 今晨发生交通意外 一辆货柜车撞倒两名路人后 不顾而去 今日凌晨4点半左右 一辆白色货柜车沿着曼哈顿 阿姆斯特丹大道向北行 来到西84街时 撞到了两名徒人 然后不顾而去 两名伤者其后被送往 圣路克医疗中心诊治 其中一名24岁伤者 目前情况危怠 另一名26岁伤者 则只有轻微损伤 警方正在通缉肇事司机 呼吁市民如有任何线索提供 可致电警方扑灭罪行 热线800-577-TIPS 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在最新的一期官方杂志中 刊登了过去 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的照片 指导信徒策动货车袭击 纽约市警察局已采取防御措施 呼吁货车出租公司要提高警觉 今年11月24日 梅西百货一如往年 会举办感恩节大游行 吸引百万计市民参加 伊斯兰国上星期五 出版的网上杂志 便刊登了过去感恩节大游行的照片 教导信徒可以驾驶大型货车 撞向游行队伍发动袭击 负责情报及反恐工作的 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米勒表示 警方已经开始接触 纽约州 新泽西州和康州的 货车出租公司 呼吁他们要提高警觉 留意有可疑的出租人士 米勒指出 由于阿尔盖达与伊斯兰国 都不喜欢两位总统候选人 所以相信伊斯兰国的举动 和特朗普当选总统并无关系 梅西百货发表声明表示 会将游行队伍与市民的安全 放在第一位 并会和纽约市警方及联邦 紧密合作 维持游行期间的安全 今年7月 法国尼斯的国庆大游行 便遭到货车恐怖袭击 86人因此丧命 伊斯兰国其后承认责任 纽约市长民主党的白思豪 昨日获得清洁工人工会表态支持 于明年角逐连任市长 白思豪坦言会以批评 后任总统特朗普 来争取市民的支持 距离明年的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 上于10个月 目前白思豪未有其他对手现身 与他竞逐席位 清洁工人工会会长聂普利表示 因为满意白思豪过去的表现 而决定及早表态支持他 另外白思豪透露 昨日与特朗普通电话 形容双方是在互相尊重 彼此不同意见的前提下进行对话 但白思豪坦言 未来会严厉监察及批评 特朗普的施政 必要时会采取行政手段 对抗白宫的无理政策 捍卫宪法赋予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自由 继续推动纽约市的平权工作 维护劳工利益 白思豪名言会借此来争取选民的支持 12位名副其实的纽约市 低视司机变身模特 拍摄2017年月曆 为慈善筹款 他们未必有娇人的身材 也未必是小鲜肉 但他们在照片中呈现的自信 媲美专业模特 这12名低视司机 摆出诱人又搞笑的姿势 拍阅历 哄你一笑 都是为了慈善筹款 只要你用14元9号酒购买这款日历 扣除成本后的金额将捐赠给非盈利组织 University Settlement 为新移民及低收入家庭提供援助 欲了解更多详情 可浏览网址 nyctaxicalendar.com 一起来关注来自本台社区记者的报道 拥有众多华裔学生的 皇后区法拉盛189中学 今天开始 全校学生将人手一台苹果电脑 校长Dias Bargos 感谢市议员顾雅明向该校拨款 共计77万5000元 并赠送感谢奖牌 市议员顾雅明和该校校长Sandy Dias Bargos 副校长George Feiting 14日共同启动科技项目 帮助学生更好地面对21世纪的挑战 今天要签证 他们拿了很多Apple Computer 给每个学生 因为我几年来 我都重新地看守 拨钱给他们做教育的经费 这个学校是全里面是Attendance 最高的一个学校 因为我一直以来 就举三级 教育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做人的话 第一个事情就数量得好 数量好以后呢 其他事情就容易了 189初中是25学区 目前唯一与苹果公司 有合作的学校 该校的目标是 努力成为苹果杰出学校 现在Junior High School 189 是唯一的学校在美国 可以充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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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他学校的学校 另外Junior High School 189 有一个直接关系 跟Apple Store 在 Queen Center 我们的学生 可以用手机充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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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苹果杰出学校 且皇后区购物中心苹果门店 也是学校科技项目的一部分 华尔电视记者采访报道